今日屏東名陽大火帶走了四位年輕的警銷 讓全民不捨於難過 花蓮縣吉安相公所為了強化 携其名利技能 有效提升在地志工 防護能力和默契 日前舉辦連續第五年的 共共美好量能吉安演習 即感恩表揚活動 除了感謝名利守護 相鄰生活安全 趁著中秋團圓前夕 也分享演練不同專業的共學 增進全民多元化的防護技能 花蓮縣吉安相公所為強化 携其名利技能 有效提升在地志工防護能力 和互助默契 中秋節前夕在吉安苗圃 辦理公共美好 量能吉安 演習即感恩表揚活動 來自警察局系統的 巡守議警 民房即消防局系統的 易消防圈救護等 會聚800多名携其志工 七首參與 分享演練不同專業共學 以增進全民多元化的防護技能 在這裡也感謝我們各位 我們携其名利 有關我們警察的各項的勤務 就像我們平常時的活動的教診 還有我們台風的救災 還有剛剛我們鄉長有提到 我們一些對於弱勢 家庭的一些的照護 甚至轉介到一些救助團體 就是拜託各位 我們弟兄 我們各位大哥 大姐來幫忙 再次個人來代表警察局 來跟各位說聲謝謝 也代表各位對警察局的支持 跟協助 共共美好 量能吉安 感謝尋守疫警 民房 傅宣 易消以及鳳凰救護 讓我們牽起整個社會的推展工作 我們看到了今天 軍事的專業演練 讓我們警察跟消防體系的志工 來一起結合共識 為吉安牽起守護吉安 安全吉安 適性宜居的一個平安在吉安 我們相信不只只有志工的努力 我們更要喚起所有鄉親自我防護意識 跟安全生活能量的一個共識 除了有各專業技能演練 讓學員及參與民眾練洗淋槍反應機制 也逐一頒發感謝狀給吉安鄉 所屬巡守隊 傅宣大隊 民房中隊等 鄉長表示 在代表會支持下 活動邁入第五年 接近志工能自發投入社區服務 還承擔獨居老人關懷 家暴通報等多重社會服務 此般藉此增加全民守護實際技能 進而擴大宣導鄉親共同加入互助的量能 藉此長貓彥吉安槍報導